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呢 想和各位友友来聊一聊 关于北约与俄罗斯 整个的谈判破裂 那么美国也威胁 祭出制裁 包括普京在内的 俄罗斯官员的这个大旗之后 胡叼盘站出来 为普京洗地 这么一个奇吻 那么周一 美俄在日内马的谈判 无果而终之后 那么西方盟国 继续敦促俄罗斯普京 撤回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 坐下来与北约认真的谈判 以避免乌克兰再次爆发冲突 但美国及欧盟承认 双方的分歧严重 谈判陷入了死胡同 这也和我当初的私下里的预测 高度的一致 因为这就像鸡同鸭讲一样 到底是鲜有鸡还是鲜有蛋 同样的问题 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过去在中国经常也出现 类似的这种困局 它是无解的 比如说一方有需求的 希望先发货 货到付款 一方希望先付款 后发扩 双方都对对方不信任 所以这个交易就很难达成 当然出现了支付宝之后 这个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在与俄罗斯的副外长 亚历山大格里什科 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 举行四个小时的谈判以后 北约的穆斯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讨论并不轻松 双方有关乌克兰局势的交流 很直接 关于欧洲安全的旗舰很深 格里什科随后也表示 谈话非常的坦率 直接紧张 有深度 但同时凸显了双方严重的分歧 格里什科称 我们很直接 很正直 没有拐弯抹角 没有正直正确 我们表示 如果情形继续这样严重下去 将会对欧洲安全 产生严重且难以预测的后果 实际上格里什科 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对美国和北约 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 表达了这种深深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意味 斯托尔滕贝格则认为 双方的分歧将很难化解 他对莫斯科不愿意就此 和北约提出的建议进行认真对话 表示遗憾 他表示 北约建议举行一系列会议来处理所有的问题 俄罗斯方面 尽管没有予以否定 但也没有同意 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冲突的风险是现实的 是否走出危机 全看俄罗斯的举动 俄罗斯别无选择 必须选择让情势降级 西方国家谴责 莫斯科在乌克兰边境 集结十万兵员 及重型火炮 以及众多的坦克 以准备随时入侵乌克兰 但是 俄罗斯一直失口否认有此计划 莫斯科方面宣称 这一军事部署 是针对北约在俄罗斯 视作影响力范围地区的扩张 以及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的反应 俄罗斯最关键的建议是 要求北约不再向 俄罗斯势力范围扩延 首当其冲 当然就是乌克兰 但北约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 这也是自2019年7月以来 作为北约与俄罗斯对话机构 北约俄罗斯委员会 首次举行会议 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 尤其在俄罗斯 并吞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之后 使得这一2014年建立的 合作对话机构被闲置一旁 在西方国家怀疑 俄方人员从事间谍工作 驱逐8名俄罗斯人员后 俄罗斯驻北约的代表团 在10月份撤走 星期三 美国方面参会的代表 则是美国的副国务卿谢尔曼 谢尔曼周一 先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俄会谈 但会谈毫无结果 俄罗斯执意不肯让步 周三 谢尔曼在会谈后表示 我没有听到任何新的东西 俄罗斯方面提出的 有些建议根本无法讨论 莫斯科没有任何有关减缓紧张的保证 这无助于外交解决问题 即日内瓦和布鲁塞尔谈判之后 围绕乌克兰危机的外交活动 周四将在维也纳欧安组织总部 所在地进行 这一东西方对话平台 是冷战时代的产物 星期三 俄罗斯方面重申 俄国有关北约停止东扩的要求 但后者予以拒绝 欧盟外交最高代表 伯雷利表示 俄罗斯企图在欧洲 重建苏联时代的地缘政治 把美国和欧洲一分为二 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表示 欧盟成员国 其中21国是北约成员国 对欧洲安全 必须要有明确一致的目标 我们必须在俄罗斯一旦实施 对乌克兰的威胁时 坚决应对 周五的时候 欧盟27国外长和防长 将在法国 布雷斯特具体讨论这一问题 伯雷利提及协调制裁的概念 他表示 我们不是一个军事联盟 但我们有能力维护我们 以及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 正如我开篇讲到的 这次的谈判 是无果而终 那么由于双方的分歧非常大 俄罗斯希望整个的北约 不要在东扩 在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那么北约认为 首先俄罗斯要撤出在俄乌边境 那么驻扎的这些个部队 双方在这点上没有达成共识 这个事情的走向 也会越来越扑朔的迷离 俄罗斯在历史上 他是一直以这个入侵别国的领土 扩张著称的 他之所以有今天这么大的版图 也是因为他过去一直透过武力扩张 来满足他整个的对世界的野心 那么他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后 实际上让自己的经济陷入了巨大的危机 而对普京个人来说 他个人的民调在2014年有所上升 因为原来普京的民调一直也处于高位 那么在他下滑的时候 他就通过战争的方式 解决了自己下调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民调 使支持率一直维持在70%以上 那么实际上当时北约 包括美国在内 当时的这个总统呢 还是奥巴马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由于奥巴马的绥静 导致了整个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这种吞并 变成了继承事实 虽然他们对俄罗斯也有制裁 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了非常困难的情况 但是呢 实际上俄罗斯还是一直那么挺过来了 因为整个的石油 还是现在全世界非常基础的这种物资 靠着石油的出口 俄罗斯还是能够挺下来 因为据很多的专家预测 俄罗斯即使这个国家 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做 他们所有地下埋藏的这些资源 也足够他们生活100年的 所以他也落入了一个所谓的资源依赖的这种陷阱 那么现在呢 目前北约包括这个美国为首的北约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呢 还是内部上 与北约组织内部 就是21个欧盟成员国之间 它还是有一些分歧 这个分歧的重点就是 如果假设俄罗斯 那么入侵军事入侵乌克兰的话 整个北约会不会采取军事情动 实际上包括英国首相约翰逊 他已经首先表达了不会出兵 因为乌克兰本身他不是北约的成员国 他也不是欧盟的成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已经表达了可能无能为力 因为约翰逊他是个实用主义者 他非常的狡猾 包括他对中国的态度能看出来 而欧盟内部包括对中国的关系 也是没有完全的达成一致 2014年青春克罗米亚 那么当时德国的总理默克尔 也是采取了这种只是经济制裁 没有发动军事的协调行动 导致了普京认为他可以自意的妄为 而今天现在目前面对着普京的 咄咄逼人 那么北约现在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这个时候呢 美国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对普京个人进行制裁 那么这个制裁引发了俄罗斯内部的 他们肯定是高度的反弹 因为俄罗斯的本身 他实际上虽然有其他的反对党 但是他由于他是一个 本身是从苏联演变过来了 他深深的烙印了原来苏联的烙印 他还是专制的国家和中国非常的相像 虽然他们也有Facebook 也有推特 但是他整个对国家形态 整个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 还是和前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 这样的一个联系和延续 因为普京本身 他原来就是克格夫出身嘛 这个时候呢 当美国准备制裁普京的时候 做出了这种威胁的说法的时候 俄罗斯人站出来 替普京说话是很正常的 但是远在万里之遥的 已经退休的胡叼盘 也在自己的微博主页上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当中国人为国内抗议的一些细节 进行争论时 这个世界正在上演一些非常激烈的东西 克里姆林宫今天刚刚表示 美国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个人的任何制裁都将越界 并可能导致两国关系被切断 这件事的由头是 美国参议员民主党议员 周三公布了一项法案 如果莫斯科对乌克兰采取敌对行动 将对包括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在内的俄罗斯政府和军方高级官员 以及主要银行机构 实施全面的制裁 这项拟议的立法得到了白宫的支持 公布该法案的参议员外交委员会 民主党的主席 罗伯特·梅南德斯参议员 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项立法明确的表明 在克里姆林宫威胁重新入侵乌克兰时 美国参议院不会袖手旁观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 集结了大约10万名士兵 这被认为是莫斯科警告乌克兰 不得进攻乌东俄罗斯人 主导地区和不得加入北约的武力展示 但华盛顿认为 这是俄军准备入侵乌克兰 乌克兰局势聚集了太多能量 它被意外引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和大国之间的关系被华盛顿搞成这样针锋相对 真是悲剧 其实这篇文章最核心的就是他最后这句话 认为和大国之间的关系被华盛顿搞成这样针锋相对 真是悲剧 胡叼盘他自己罔顾事实 明明是俄罗斯挑起事端 2014年就做过侵吞入侵克里米亚 这样的非常不遵守国际法则准则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今天再次的做出了对乌克兰的这种威胁 那么胡叼盘竟然能够颠倒是非 颠倒黑白 把这个责任打在了美国人的头上 这简直是华天下这大忌 为什么乌克兰希望加入欧盟加入北约呢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作为一个原来整个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他独立之后 他急切的需要整个欧洲给他在军事上的一种保障 因为他离俄罗斯太近了 他本身就在俄罗斯的这种掌控范围之内 随时这个普京大帝可以就吞并他 只要他高兴的话 而普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局 就是他国内的经济一直的因为整个西方的制裁变得非常非常之差 他必须有所突破 而他的民调也一直处于现在低迷的状态 那么他对白俄罗斯的这种支持 包括他最近对哈萨克斯坦的这个支持 都其实在国内的反对派那里 输分很多 在民众当中他也输分很多 那么如果他入侵乌克兰 把乌克兰重新纳了他的版图 就像他自己不断的暗示那样 其实他非常希望建立一个非常像苏联一样强大的联邦的这种共和国 那么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 他不断的把包括在几个斯坦在内的这些个原来的加盟共和国独立出来的 重新划入他的势力范围 而这样的做法对于整个西方社会来说 他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俄罗斯过去前苏联 包括今天俄罗斯的一些的做法 都是对整个世界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 因为他拥有核武器 像普京这样的独裁者和习近平一样 他们是一丘之鹤 所以他们做任何的事情 都会超越人类正常的这种想象 那么我一直讲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为什么今天中国会这样 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中国就把苏联当做自己的爹 那么自己的爹死了以后又找了个继父 俄罗斯算作继父 也继承了苏联的这种一波 继续的去弃压和奴役自己的老百姓 那么中共就不用讲了 见证一来一直他是与人民为敌的 虽然嘴上讲的是另外的一套 那么胡雕盘作为相对来说的这种 俄罗斯这种苏联血统的这种延续 他站出来雕盘 其实想想也并不觉得非常的奇怪 但是呢他叼的这个水平 的确我觉得可能因为退休了老了 水平确实很差 他没有认真的分析出来 对稍微有一点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了解 今天俄罗斯所处的处境 以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这个 现在面临的有可能产生的军事冲突 都是源于俄罗斯自己造成的 就像中国今天在国际社会上的处境 是中国自己一手造成的 是习近平一手打造的 他把整个和国际社会的关系 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然后翻过头来说 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不友好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忌吗 你现在陈兵十万 在欧乌边境上准备去入侵 人家的独立的一个国家 人家现在要制裁你 有可能制裁你 然后你说这种制裁 是华盛顿把这种关系搞糟糕的 这个胡雕盘的雕盘水平 实在下降的也太厉害了 这可能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原因 退休了拿的奖金少了 拿的补贴少了吗 这个太不负责任了 对于自己的这种继父 也应该表现出来足够的这种忠诚 该舔的地方 你得舔到位 现在你舔的完全的不到位 现在目前 俄乌的局势怎么发展下去 会引发是不是新的地区冲突 甚至于大规模的军事战争 实际上我个人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乐观的 因为现在俄罗斯他自己普京一定要评估这种风险 除非他真的是真的和做到和中国彻底的联手 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习近平支持普京 在台湾的统一的问题上 普京支持习近平 两个人除非达成这样的一个交易 才有可能让普京敢于去入侵乌克兰 否则他也要有所忌惮 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大家一直其实正常的人 但凡有一点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两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 表面上看起来甘之如頤 实际上是各怀鬼胎 虽然中共不断地想舔普京的局 但是普京骨子里真的看不起习近平 从习近平和普京的每次的见面 包括会议的他们的肢体语言 就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没有任何的自信 而普京 普京他就表现得志得意满 从这点上我们可以看见 两国人民也是如此 2014年之前 俄罗斯人极度地看不起中国人 极度地排斥中国人 那么2014之后 有了一定的改善 是因为他的经济太差了 他的确需要依靠中国 但是骨子里面 他又瞧不起中国人 这种他们的这种 对中国的这种蔑视和仇视 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所以在疫情出发的时候 对中国人采取的那一系列的 所谓的歧视的动作 歧视的策略 确实能真正的反映出来 俄罗斯人对中国人的真正的态度 而即使如此 胡叼盘他们还愿意去舔局 去认这个继父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真的就是骨子里 他就是个奴才 所以他的子孙 未来也会继续是奴才 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订阅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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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